民進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沈蕙宏 舉行工商後援會成立大會 現場共聚集60多位工商界朋友站台相挺 沈蕙宏指出感謝工商界朋友的努力 才能撐起新竹市這座驕傲光榮的城市 未來他也會持續為市民打造更美好的生活 去年整個新竹市創稅的能力達到1811億 是我們全體不管是竹科我們傳統產業 還有新竹市民所有一起的努力 這樣的創稅成績甚至超過六都當中的直察市之一 新竹市的人從來不會因此自買 人口的成長跟我們所有的產業發展一棒交一棒 所以今天我謝謝我們這些工業商業團體 對於我沈蕙宏的期待 所以未來我只有提出更多的願景 為這個城市做更多的努力加強公共建設 不管是在教育我們公共建設以及交通建設上 營造更好的產業環境投資環境 讓我們的工商業界都能夠穩定的繼續發展 擔任沈蕙宏商業後援會會長的楊總平 及工業後援會常務理事呂定輝都表示 這八年來新竹市的改變他們都看在嚴厲 因此他們也在今天站出來用實際行動力挺沈蕙宏 沈蕙宏在八年的市政大家有目共睹 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當然後續的當選以後還有很多後續的工程必須完成 新規主要大車站計畫 這就是在任內必須完成 對我們新竹造福新竹人走路有風 新竹人有驕傲 新竹是要我們沈蕙宏來再繼續領導下去 讓我們新竹會更好 我想我們市長應該把整個城市營造到更幸福更美滿 還有交通更重要的是交通方便 把輕軌能夠建立起來 沈蕙宏說因為有傳統基礎產業才能撐起竹科發展 未來他一定會超越林志堅 從產業 教育 生活等各面向 持續推動更好的公共建設 創造更好的生活品質 記者簡舒淇 新竹採訪報導